打野嗨 原来我也会角色扮演系列 来到了 关露宫 关露宫位在哪里呢 他就在夫妻宫的对面 覆盖一条线 关露宫呢 这个很容易大家会顾名思义 想到关露关露工作工作 大家都直接就把关露当成是工作 但是呢 其实关露宫不是只有工作哟 这个解释真的太狭隘了 关露宫呢 其实比较广义的解释呢 叫做我对于我的人生 会有什么样子的追求的态度 我的人生 我想要怎么样子的去展现 通常这个关露宫里面的新药呢 会在这个人成年了之后 他大一点了之后 这个特质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在第一大线第二大线 说真的你年纪还小 这个时候就以彩博宫来讲好了 你看到里面有钱 很多钱 难道你一出生 你的口袋就会有钱嘛 当然也不是嘛 一样的 关露宫里面的新药特质呢 它既然是本命盘 表示你天生有这样的特质 但或许在你第一大线第二大线 你可能还看不太到你这样子的一个追求 但是当你沉溺了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特性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的追求 很容易就可以从本命盘的关露宫发现到哦 那么关于这个关露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如果你要一般人在讨论这个我适合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啊 我适合往哪方面的发展啊 我们除了本命盘上面你个人天生的特质之外 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运线盘上面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哦 通常呢 在运线盘上面的这个点上面呢 比较会是呈现出你在那个时间点的当下 你对于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追求哦 你对于整体的状况 你会怎么样的去实际上的行为产生出来的现象跟状态 而流年的关露宫呢 它比较会是那一种因为线下的环境 外界的环境 怎么样的来去影响你 在这个时间点 我怎么样去发挥 去追求我的日常生活 我的重心要摆在哪里哦 它的看法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当你是在 比如说是大线盘的状况 它除了你有本身的特质之外 当然你也有可能外面给你什么样子的影响 综合的去影响 你会有怎么样的行为哦 而流年呢 它就真的就是环境来影响你了哦 这个解释稍有不同 但基本上我们今天来了解的是 我们本命盘状况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我们天生哦 我骨子里哦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人生的态度的追求 那老师像那个啊 家庭主妇啊 家庭主妇我就没有工作啊 那我我到底怎么看 我还能够看关露宫 当然啊你知道吗 像家庭主妇 他们的生活重心在哪里呢 就是他的家庭对吗 所以像家庭主妇 我就知道重心在家庭 像学生他的重心就在他的学业 课业对吗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哦 不要太局限于 他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是什么样的职业 我们把它转往 我们把它形容成 我对于人生生活重心的追求 其实更能够贴切的来形容关露宫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解释呢 一样的 我们今天要来针对十四祖星 当他出现在关露宫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角色扮演 首先第一个还是紫微星哦 通常紫微星出现在关露宫的人啊 他们都会有这种尊贵跟华丽的选择哦 既然他们的骨子里 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层面的展现 那么这个时候 就跟他的能力有相关的对吗 我想要在好公司 我想要在大公司上班 我想要展现出很不错的状况 那么我要怎么样有这样子的能力 这时候呢就要去注意到 我的关露宫三方四正 是不是有足够的团队哦 是不是有这一些 可以帮助他的吉星有出现哦 当你有足够的团队在帮你的时候 自然你就可以展现出你的能力 你的特性 你的价值 你可以把你这个工作范围内 把你的人生价值体现得更好 所以在 所以当紫微星出现在关露宫的时候呢 特别需要注意到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团队哦 足够的吉星在帮着他呢 下一个叫做天辅心 这个天辅心我们知道嘛 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他们会去做什么样的追求呢 他一定会追求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 可以控制的所有事项哦 通常天辅心在关露宫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他都可以把他的人生掌握得很好 不管是他的人生 不管是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各式各样的追求 他的展现 通常都是在他的能力控制范围内哦 下一个叫天机星 我们知道天机星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一个心耀哦 有聪明有逻辑 像这样子一个很会思考 也善于变化的心耀 开玩笑 我怎么能够去做一些枯燥乏味的事情呢 所以当天机星出现在关露宫的状态呢 他当然会比较希望能够有一些些给自己的挑战 给自己的变化 有一些些的弹性丰富变化的状态哦 下一个叫做天良心 当天良心出现在关露宫的时候呢 天良知道他是一个避应心 所以当我的人生状态 我的人生展现 我在我的工作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智慧 可以帮助到人哦 他们自然而然会去好好的加强自己的能力哦 让自己的学识 让自己的知识更事丰富 这样子他才能够好好的展现 他对于生命赋予的价值 我要好好的在工作上发挥 我要好好的能够照顾人哦 当然他们在工作的这个部分 他们也都能够展现得很不错呢 天童星 这个很多古书跟现代书籍 都把天童放在关露宫 写得有点差的一个状态哦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争不求不计较嘛 所以在工作上 他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做 可以偷懒就偷懒哦 可以不要太多事就不要太多事哦 但是呢 其实天童星 他只是保持着希望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 他需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对于人生的追求也是一样哦 但是别忘记咯 要能够好好偷懒的人 往往具有大智慧呢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智慧 我怎么能够想出最简单的方式去把它完成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 天童星在关露宫啊 很多人都会说 啊你这个就是去好好的做那个大公司里面的小职业 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殊不知其实有蛮多大老板也是天童星在关露宫的人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好相处 因为我拥有职位哦 因为我愿意全力下放 所以当这样子的人来当老板也有他的优势了 下一颗太阳星哦 这个化气为贵的太阳星呢 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哦 所以呢 这个工作跟学习帮太阳在关露宫的人 带来的这一种能力跟成就感哦 带给他们这个价值啊 对于太阳在关露的人而言哦 他们这一层的意义大于金钱的利益哦 下一颗 太阴星 太阴星啊我们知道它叫做化气为富 对不对这个富呢叫做富足 我心里的满足 所以当太阳星出现在关露宫的时候啊 这个追求自我人生价值哦 追求让我心里满足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会是他在整体的关露宫上面所呈现的部分哦 这个人生价值呢就要看他放在哪里 我们就知道家庭主妇就放在他家嘛 对不对 工作的人就会放在他的工作上面哦 职务上面职业上面 就看什么样子的人堆什么样的价值 基本上呢追求能够让自己心里满足的这个状态呢 会很稳和太阴星在关露宫的情形 而且呢他们也蛮享受这个过程的哦 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好好地享受 哎我让自己有一个舒服的状态 舒服的空间 舒服的环境 舒服的过程都是他们在追求的呢 下一颗七煞心 哦不要来了 这个坚持了哦 跟之前一样了 因为他们会有心里面会有所坚持哦 也是一个很能够一直努力朝向目标前进的一个特质 所以当七煞心出现在关露宫的时候 基本上他为了他的人生追求 他为了他在这个部分的呈现 他可以很有毅力的坚持下去 一样的 我要坚持什么我希望能够做到的目标 做到的体现是什么 参考的还是在七煞对面对攻的心耀哦 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部分哦 下一个破军心 我们知道破军心一个很远大梦想 很有往前冲的power的一颗心耀哦 而且呢他们为了追求他们的梦想 通常是愿意不顾一切的 去消耗去破耗自己 只为了他能完成他的这个梦想哦 所以当破军心在关露宫的时候呢 他如果真的能够完成他的梦想 基本上呢这个成就都跟一般人会不太一样哦 他们能够完成的都是云大的梦想 像你知道大艺术家啊 大什么什么家 很多都是类似像破军心在关露宫的情形 当然还是有个前提 就知道破军心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是 会产生破号的哦 所以有没有足够的家底让他破号 这会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条件呢 下一个 贪狼心哦 欲望之心出现了哦 当这个很有欲望的状态出现在人生展现上面哦 出现在我的工作上面的时候呢 基本上为了追求他的欲望 为了追求他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贪狼是很愿意也拥有学习态度的一个心要哦 而且他们为了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也会愿意去做多方的尝试哦 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基本上呢 他们都愿意去做哟 下一个聚门心 哎 这个有不安全感的心要 当他出现在你的关露宫的时候哦 他们其实通常都会很努力的去学习很多的技能 充实自己的脑袋哦 去增加自己很多的能力跟尝试 来去满足他们对于人生哦 对于他们的整体 对于他们人生体现当中的这个不安全感的层面哦 下一个联真心 因为我们知道哦 联真心呢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 而且其实很有能力的一个状态 只是呢 联真心呢 他是一个又理性又感性哦 这个两种层面同时存在的一个心要 其实在他们好好的发挥他们能力的这个状态底下 加上花旗为求 他们又好好的控管自己的状态 基本上呢 在所有的展现 在人生的展现部分 他们都会使这个佼佼者 非常让人家羡慕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认识德国人吗 你认识日本人吗 你知道 其实联真心很像他们哦 在这个严格纪律管控底下 他们也会去追求这个时效性 所以在外呈现的部分 就会像你看到的日本人 看到的德国人一样哦 严守纪律 追求效率 但是当内心的感性层面 一旦被解放了 我们就知道有遇到撒基的时候 这个内心层面的浪漫跟感性 是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的 会让人家难以控制哦 下一个天相性 天相性 我们知道 他其实也是会让自己有一个规则 帮自己设立规则 好好的去运用这个人际方面的常才哦 所以呢 如何去拿捏人际这个部分啊 会是天相性的一个大优势 当他出现在关入宫的时候啊 他对于人跟人的交流往来的部分 他通常都可以维持 可以拿捏得非常好 所以不管是放在他的生活态度上面 放在他的工作上面啊 基本上他都是一个人际往来的大常才呢 最后一个无取心 一样的哦 这个财心 放在关入宫呢 万万不要说 因为有财心在关入宫 我做什么工作都赚钱 绝对不是这样的解释哦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哦 财心要对应跟钱相关的工位 才代表钱哦 当他放在关入宫的时候 关入宫我们知道嘛 人生价值的追求 怎么样的追求 务实的追求 稳扎稳打的追求 一步一脚印的去做哦 所以呢 当无取心出现在关入宫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一个人骨子里 就是一个非常务实 非常努力哦 他有这样子的状态 跟这样子的心态 去呈现他的人生特质哦 不管我方方面面哦 我在工作上 我在人生展现上 我都会相对的比别人愿意 更扎实 更踏实 脚步去追求哦 那么这一些就是十四主星 当初现在关入宫的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 对于我们的生活 会有什么样子的追求 会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哦 不要再局限在只有工作上面哦 他跟我们整体的人生 可是奇袭相关的呢